Hello 我是杨丽 Sophie 我是Sophie 你今天要干嘛 今天晚上 我们来参加Sophie的跳舞秀 Sophie 你先口罩 口罩先拿掉 然后呢 你给大家看一下你的裙子 来 好了 Sophie她们是从这个进口进去 然后等一下我们是另外一个 Sophie 你的屁股 Sophie 你那个裙子 屁股 太搞笑了 你这个裙子 我们是在前面这个吗 这个场地其实举办过很多演唱会 大型演唱会对 但是我相信Sophie晚上的秀 应该不是在这里面 对吧 应该不在这里面吧 就在这里面吗 就在这里面吗 没有 她不需要这么大场地 就在哪 这里面 就这里面 然后Sophie抱的这个舞蹈学院 应该说我们一个家当一起进去吧 两个家当了 不用钱了吗 我们是买萌票的 好 为了今天这场秀 我们大人 父母需要支付什么 呃 秀要60欧元 然后秀的服装 它有两条裙子的 也花了我60欧元 然后 我以为门票是必要买的 结果一个人门票要16欧元 我觉得他们这个舞蹈学院真的是带动了经济 好酷 好酷 来 你要把水的那个包也拿下吧 不用 对 你把我的衣服也拿下 小曼迪 曼迪 曼迪 200多位学生 因为他学校其实不大的培训班 我一直就觉得啊 最多15-10个学生这样子 然后今天一来这里 看到现场这么多的父母们 家人们 都是舞蹈者 就是学生们的家人 来了之后我才发现 原来Sofie去的这个学校规模还是挺大的 培训班的场地很不起眼的 在一家 我好像有拍过一期 就是在一个一栋房子里面 然后第二层楼 就像类似于住宅 住宅区一样的 最多也就摆了平方米的那种 我是真没想到他们竟然收了这么多的学生 我是第二年去的 第一年我找到这个学校 他说满园了 然后第二年我再重新去的 我看上这里是因为 我觉得他场地弄得非常高大上 就是非常有风格的那种 给我感觉就是这里的教师 应该是非常专业的 结果今天看完这场秀之后啊 真的我的判断是对的 连先生都说哇 他们搞的这场秀真的是非常专业 舞台啊灯光啊音乐啊都搞的非常专业 场地很大吗 哎我们坐前面还好一点 AK891011 大伯爹你的位置选的还行啊 这里吗 是中间吗 这里吗 是这里吗 这里 AK是49 这里有点偏啊 这里为什么 好偏啊 AK不是在那边吗 7 8 9 10的吗 7 8 9 10的吗 7 8 9 10的在这里 哦在那边 大伯爹你不是说买了一个 8 9 10 11 大伯爹你不是说已经选了一个很好的位置吗 8 9 10 11 4个在这里 这个太偏了吧 这个太偏了吧 加大的话就坐一个过来 太偏了 WD你为什么不选中间那个位置 没有 他自动的 自动的吗 是 我们还是网上购票的 他们要求网上购票 怎么可以这样子 你跟他讲去换位置 对啊 问他一下 对你问他一下 还有什么位置空的 对 对你去外面卖票问一下 里面中间是不是还有位置 我们可不可以换一下 好吃吗 小美丽你好吃吗 好了我们 找不到前面的位置 林先生去票 门票问了 只有那边还有位置 没有 其实这个蓝色的区域是最好的 为什么没开始 为什么大家鼓掌 大伯爹你这么鼓掌 他故意的 故意鼓掌 可以让他们开始了 对吗 对啊全场鼓掌 大概就是 还不开始 所以他们啥时候开始 给他们说好了 八点钟 演出开始 现在都八点十分了 还没开始 今天晚上看完舞蹈修之后 林先生就问我了 他说 Sofie的学费是多少 因为他不管的 所以他也不知道 他根本不知道 这个舞蹈学校在哪里 什么规模 他其实都不知道的 然后今天问我 他以为会很高 但是真的不高 这个学校 一年 不是一年 不是一年 就一个季度 只要六百欧元 六百欧元的话是 当然不包括服装 也不包括年终秀的钱 服装 这个价位不算 是六百多欧元 一个礼拜一节课 一个小时 其实真的不贵 比其他学笛 学唱歌 要便宜的多一些 我觉得跟国内相比 意大利的这些 兴趣帮价位 应该是属于低的 在国内一线城市的话 我觉得远远要高出这个价位 像六百多跳舞 才四千人民币 对吧 四千人民币一年了呀 它是从九月份到五月份这样子 还有Sophie Sun的游泳课也是 同样的时间段 也将近五六百欧元 除了它的音乐课贵一点 音乐课唱歌好像是七百 然后吹笛也是七百欧 其他的都还好 但是我相信啊 跟国内一线城市比起来的话 这些学费真的不值一提 要便宜很多很多 而且米郎的规模诗制都挺好的 A不对 它最贵的不是乐器 最贵的是中文学校 对 中文辅导班 它一个月将近三百五元 两千多人民币 每个月付的 然后一年上十个月 将近三千多五元 两万多人民币 晚上拍的这几段舞蹈视频 其实是偷拍的 他们不允许拍摄 因为他们有专业的拍摄录影 如果你想要的话 你要去上他的官网 然后要付费 我拍这几段视频被提醒了 就人过来了 提醒了四五次 但我还是拍了 Sophie本来有两个表演的 第二个表演是真的拍不了 因为人就在我旁边盯着我 我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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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a会的 我应该把这个包拿掉 来Kata一个 Kata touch 你摔了 待会我跟你讲 没人送你去医院 我拍了 我拍了 她老腰 高兴 我给我们拿的书包好吗 那你书包拿掉 那你书包拿掉 书包拿掉 书包拿掉 来 来个正经的 管大管党们看一下 哈哈哈哈 不是不是 我要在侧面拍 我要在侧面拍你 你或许看了清楚一点 来 上 上 一五次 哈哈 要连续 你知道吗 哈哈 好多人在这里 等小孩这么出来 今天晚上所有表演 的舞者都是他们这所学校的 舞蹈学校学校的 Sophie Lin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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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黑了点 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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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养个都看 他看了 啊 他又拍了一笔 他跳舞 来Sophie 来来来来 你爸抱着你跳一个 来 哈哈 哈哈哈 呵呵呵 你刚才在舞台那个不让拍 妈妈没有拍下来 有 有 一个有 你怎么知道 我看到你的电视图这样子 你都能看到我在拍你啊 我都能看到你这个东西 我就这样子了 全场那么大 你就知道我坐在哪里啊 我觉得他全看完了 然后又看到你了 你是没有跳在那里观看我了 是吧 特别 你还能看到我在拍你啊 都说得很普通 我想跟你讲我跳法话 非常好